音乐 现在演示一个飞吊的动作 就是正规的名字叫上滑关闭 首先点击小白点 APP切换器 然后飞掉哪一个就可以飞掉 按住往上滑 按住往上滑 但是不用全部飞掉 你哪一个出故障就飞哪一个 往上滑 好 第二种方法 是将手指放在屏幕外 下面的中间 大滑动加停顿 然后可以飞掉 好 讲解就到这里 有很多的iPhone用户一定都有做过这个动作 就是在隔了一段时间你就会想要把后台的APP做上滑关闭 认为这样比较省电手机的续航力可以比较持久 但是苹果最近又呼吁大家不要再这么做了 因为上滑关闭应用程式不仅不会让手机更加的省电 反而会损耗电池的寿命 而且会让手机越变越慢 苹果就指出其实这个应用程式都处于一个待机的状态 所以用户用手动上滑关闭是不必要的 因为你有可能在载入APP的时候会花更多的时间 而且会缩短电池的寿命 他们都只建议说在当机的时候或是没有回应的时候 再使用这个上滑关闭的功能就OK啦 再来一遍